我接下來請教一下政院長 民事訴訟法最高法院在2003年 民事訴訟法修正的時候進行重要的改革 其中的重要改革規定在民事訴訟法474條 請問民事訴訟法474條的規定是什麼 這個報告委員 最高法院應該行延遲辯 原則應該行延遲辯嘛 從2003年民事訴訟法修正完成到2016年的現在 最高法院行的幾屆民事庭的延遲辯論 根據我的理解啦 因為我是去年10月才到 那我有看了一下數據 那麼也有行延遲辯論 但是還是個位數 個位數嘛 最高法院一年有多少案件量 在民事的部分的話 大概是2600多屆嘛 不只啊 像報告委員 沒有關係啦 我們就針對民事啦 上訴的案件 其他裁定都不要提啦 這個我有做研究 我直接從你們database上面抓下來的啦 每年的實體判決數有多少 你不合法裁定駁回不行延遲辯 這很合理啦 每年的實體判決數有多少 我指的是包括有理由跟沒理由的 是 報告委員 那個 現在最高法院正在制定延遲辯論要點 正在進行 我現在沒有在請教你最高法院有沒有在制定什麼要點 我在問你每年的實體判決數是不是將近1000件 是 每年的實體判決數將近1000件 從2003年到2016年 最高法院行延遲辯論的案件數少於10件 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把民事訴訟法474條當成句文嗎 報告委沒有 其實有幾個 如果沒有當成句文的話 這麼多的案件數 過去十幾年加起來上萬件喔 行延遲辯論挺低於10件 如果不是把它當成句文 那請問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如何看待民事訴訟法474條的規定 向委員報告 最高法院行延遲辯論是在法律的爭議 假如法律沒有爭議的時候 根本就不需要行延遲辯論 而且 最高法院行延遲辯論是要律師辯論 而且 最高法院從兩 最高法院後來改革就已經改採律師強制代理了嘛 這些民事訴訟法基本的規定 那個政法官您相信我 我非常的熟悉啦 所以按照您的看法是說 過去最高法院在一萬多個案件當中 只有十件有法律上的爭議 並不會如此 其實是這樣子 像那個 因為委員也是民事訴訟法的專家啦 而且我知道 92年那一次的修正 委員啊 真的是 是促以振聲啦 向委員報告 最高法院現在在進行這個工作 但有幾個現實問題向委員報告 當初最高法院在建立的時候 根本沒有思考到開庭的這一回事 因為最高法院原則不開庭 現在齁 那個 政院長不好意思 容我打斷齁 您在學術上的論著我常常敗讀 對於您用功的程度我也非常的敬佩 但是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我要站在人民的立場 對於整個最高法院的運作 提出應該有的持續 那現在時間也到了 那我希望未來還有繼續的機會 不管是在財委會 還是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進一步的針對我們的司法院 過去這六年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具體的成效如何 未來該如何改革 繼續請教我們司法院 還有其他法院的法官們 謝謝 謝謝委員 也謝謝委員繼續的指導 這個院長